1955年授贤仪式 朱德明明是元帅之首 但是毛主席却将授贤编号001给了别人 朱德元帅只是004 这是为何呢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给我一圈三连 1955年的授贤仪式 在最开始敲定名单的时候 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也是元帅人选 授贤编号分别是001 002和003 此后才是朱德元帅 授贤编号定为004 但是毛主席并不同意这一提议 决议退出 随后周总理和刘少奇也主动放弃了元帅之称 于是001 002和003编号便出现空缺 而中央决定这三个编号不再使用 可毛主席考虑001编号意义非凡 并不想放弃 于是毛主席想到了一个人 绝对配得上001编号 此人便是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 贺龙极而如仇 打小武装反抗第一强 忠诚于党 满门忠烈 一家人都陷身于革命 为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革命早期贺龙元帅带领军队挥斥方球 屡舰弃功 而等到革命后期时 贺龙又积极投身于军队后勤建设 为军队作战提供了坚定的保障 最重要的一点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正是贺龙元帅 此次起义的胜利标志着 我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 具有非凡的意义 因此在毛主席看来 001编号应该是贺龙当众无愧 贺龙元帅一生忠诚于党 为国为民 这样的英雄人物 值得人们的敬仰和赞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